你好 欢迎收看4月4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贵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 华联省政府远距工作视讯软体已经建置完成 县长徐正伟透过视讯系统和地方13乡镇市长 县府各局处首长同步视讯 未来要视疫情状况 随时可以透过远端视讯及时连线 快速有效的应变和沟通 县长徐正伟表示 华联南北辖场 而且因应未来的疫情情况 县府目前已经建置完成视讯会议系统 未来将会透过远端视讯召开紧急会议 才能够快速有效的做好应变以及沟通 目前花林上午确诊的案例 再请乡亲乡镇市首长 以及县府首长持续协助把关各项防疫措施 我们现在先来测试一下 我们的这个视讯会议的这个系统 所以苏贞乡长听得到吗 可以 今天好 好 还有我们陈乡长好 好 玫瑰乡长 陈乡长 陈乡长 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哦 我没有开麦克风 乡长忘记开麦克风了 你要比手语吗 好 好 还有玫瑰乡长好 玫瑰乡长稍微离开了 好谢谢因为因应未来疫情的关系哦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紧急的会议会用视讯来进行所以到时候因为这个花莲南北非常非常的狭长那有有也很多的状况会用视讯的部分到时候再请乡镇首长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视讯直接来沟通直接来进行好不好 县府人事处长文林表示县府已经规划好异地办公居家办公应变方针 且人事处已经事办完成 而为了预防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群聚感染传播风险 并且及时沟通应变 县府购置远距工座的网络软体 具备了荧幕共享功能 可支配手机 笔电 椅子桌机等跨装置 进行多人线上群出网络视频的会议 接下来 欢迎欢迎收看 的 请不吝点赞 写面